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除了寻求自身的发展 也不忘自己在中国的母校 复旦复中的学子们就自发成立了海外的基金会 每年向复旦复中提供资金和学术支持 基金会的会员今天举办了筹款母餐会 并庆祝建会四周年 复旦复中海外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是通过筹资帮助复旦复中生活有困难 而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 虽然才成立短短四年 但是上海复旦复中海外基金会却已经形成了规模 我们是很需要回馈于母校 因为你知道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美国的教育系统很不一样 我们是想把美国教育系统的很精确的地方介绍给我们中国的教育界 所以我们很promote一个diversity和originality 基金会每年为15名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每人5000元 此外还有社会贡献奖和艺术成就奖 鼓励母校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 同时每年还举办名为龙飞飞的夏令营 让在美的第二代能够回到中国体验中国文化 并同复旦复中的学生们一起交流学习 负担负中海外基金会目前约有近400人大多从事金融信息业 基金会也为校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目前正在帮助筹备负担负中60周年庆 美国中文电视郭娟报道